我今天在青岛 然后机组人员是五个人 然后不过夜 吕佳荣在每一次飞行之前 都需要领取这样的飞行资料箱 在2019年从台湾来到广州 加入中国南方航空公司 成为一名空姐以后 这样的工作流程 她已经非常熟悉 当一名称呼员 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 然后当初一看到 就是南航在招聘的消息 就立马上网查了一下 南航的一些资讯 然后就知道南航的规模很大 所以我就觉得南航这间公司 是我实现梦想的一个最好的选择 所以我就选择来这边实现我的梦想 和吕佳荣相似 来自高雄的陈莹 和来自台中的林黛颖 也是在2019年加入南航 三位女孩都有着飞行梦 在广州大家梦想成真 但即便理想照进了现实 要让自己配得上这身制服 需要下的功夫也不少 三人中年纪最小的陈莹 平时说话最温柔 但万万没想到 为了学习飞行中 可能遇到的紧急状况下的处理 空姐也要练习施后功 我觉得特别困难的就是 可能15秒开窗门的这个培训 因为它是一个安全的培训 就是在飞机上面 如果发生紧急情况的时候 你需要彻底所有的旅客 然后你的分配需要喊到 所有的旅客都可以听得见 因为当下可能旅客会惊慌 然后会害怕 然后他可能就会尖叫 或是没有听 就是他的声音可能大到 其他旅客听不见你 因为我的声音可能比较细 然后比较小声 就是要喊到85分配以上 那个仪器有量 你才算是有痛过 现在三位老乡在广州成了同事 也成了好友 一起适应在大陆的生活 在不久前 三人一起参加 台湾青年岭南行的活动 走进了深圳 东莞等多个城市 感受各地的风土人情 当时候去了一个岭南行文化 然后认识了一些小伙伴 然后因为有一些就是 大陆这边年轻人的说话方式 比如说老铁门啊 这些内卷啊 那些就是用词上面 比较不太知道的方式 就是内容 然后跟小伙伴稍微就是琢磨了一下 现在也算是666 坏了一些 就是有到深圳和东莞去看看 就是又回到我小时候的那个地方去看看 然后就觉得改变蛮大的 就是路上的街道就变得特别干净 然后以前也看到路上会有许多 就是那种机车摩托车 现在还都比较少 就是几乎都不太看到 李嘉荣小时候曾在东莞念过一年书 林黛颖是在初中阶段到过杭州 参加过音乐交流活动 而陈寅到过香港和澳门旅游 大家对大陆的了解在此前并不算多 现在他们既能在工作岗位上 努力追寻梦想 也能有机会充分感受大陆的生活 可能我是一个美食爱好者的关系 所以我觉得来到广东这边还蛮幸福的 因为有很多就是吃的都是非常多元化的 印象很深刻的一道美食 就是吃兔头 就是这个呢 是我一个纯新的体验 就是也是不曾想过的一道体验 就是品尝兔头的同时 会一直想到很多人 就是大陆的朋友会问说 啊你们怎么吃兔兔 就是还挺搞笑 但是就是也是蛮美味的 有机会可以试一下 我觉得家人跟朋友都蛮支持 我在这边工作 因为大陆近几年就是发展的都很快速 然后机会也很多 然后可能生活方式跟一些文化 可能跟台湾还是有一点不太一样 但我觉得都是一个可以好好学习的一部分 一定会想要就是待在离家乡比较近的地方 但是我就觉得年轻就是可以出来闯一闯 然后就是给自己一个挑战 就不同的事物 然后也学习到不同的地方去生活 然后去更精进自己 然后也让自己的人生多了一份不一样的经历 由于疫情原因 现阶段大家的飞行任务都减少了 有了更多自由的时间 吕家荣计划学习粤语 而陈寅则希望能尽快看到疫情前的机舱满载乘客的画面 那是他未曾经历的工作场景 也是他想要去挑战的工作职责 因为特别喜欢跟人相处 疫情的关系 所以大家都是需要保持距离的 但是如果是疫情前的航班 可能你会跟旅客有更多的交流 然后可以听到更多的故事 因为我们是在广州 然后就会想有给自己一个小小的规划 就是看要不要学习一些广东话 如果可以的话当然是希望可以在这边有好的发展